我要选择别人觉得很棒的工作 还是我自己觉得开心的工作 自己喜不喜欢 其实很多人一直到年纪很大才知道 我就看了我的通话记录 全部都是客户 然后我就再往前找 那我家人在哪 翻了好久 看到我跟我妈通电话 可能几个礼拜或是一个月了 经营自媒体的门槛真的不高 但是任何东西只要门槛不高 坏处就是竞争非常激烈 做一个你有热情的主题 你才可以做得长久 因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没有收入的 嗨大家好 我是Sherry 大家都知道我大概是几年前 都已经40快要50岁 才开始这个频道 其实发现现在有很多的人 都在做斜杠的工作 然后很多人也是30岁之后才转业 我觉得这一题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也希望找到一些 在这个转弯转航或者是斜杠中 找到自己更快乐的人生的一些成功人士 来我的频道 跟大家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 所以今天这个系列的第一集 我们就请到了Fiona 欢迎Fiona 大家好 我是Fiona 别人的工作最有趣的主持人 我去你的节目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大部分的人想要问我的都是比较MBTI相关的问题 可是我发现Fiona问了很多别人没有问过的 就是组织心理学相关的问题 所以那天聊得非常的开心 今天呢我就想要请Fiona来聊一聊转弯人生 因为那时候你也提到说一开始是做广告的 对不对 我现在其实还是在做广告 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 对不对 就是Podcaster 除了做这个Podcast主持人之外 你可不可以多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背景 还有你其他的身份 我其实现在有一个行销公司 是我自己创立的 已经创立三年了 我就是用这个行销公司一直在接线上的广告案 然后这其实才是我的主页 但是因为我脱离了办公室的工作之后 创了这个公司 我就不用进办公室了 我多了八个小时 所以我就决定 我也来挑战一下自媒体好了 所以我才创了Podcast 那Podcast大概创了两年的时间 不知不觉 因为受到关注嘛 就越做越用力 就越做越开心 对不对 我其实现在已经38岁了 我觉得转弯人生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一直在转弯 因为我在30岁以前 其实我觉得我是很矛盾的 我会一直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 好想要尝试新的东西 所以我每次两三年 我就想要换工作 那个时候我就会有一种 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父母其实是比较公务员 所以对他们来讲 工作就是很稳定的持续做 然后我就很不听话 我那时候毕业 我就想说我不要考公务员 因为我刚刚 我回答刚刚的问题 我是经济系毕业 所以经济系大部分的人都进银行 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 那我有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选择 我就很努力的找 居然找到了一个创投公司 我觉得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幸运 我的第一份工作 进了创投公司做行政 那当然就是创投也跟经济系 是有相关联的嘛 只是很少人可以马上就进入这个门 然后我就第一份工作进到了那边 可是做了三年之后 我觉得这也是在摸索自己的个性 我做了两三年之后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这份工作 可是我好像没有很开心 只觉得他是可以赚钱的东西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 我要换新的嘛 可是这里福利很好 主管很好 同事很好 我觉得就是大家面临 很多人面临的问题 就是Golden Handcuffs 就是金手套 因为福利又好 钱赚的又多 可是事实上 不开心是你感觉得到的 对但我又没有办法去判断 因为那是我第一份工作 我不知道是不开心还是倦怠呢 我那时候就很困扰 然后到处去就是求助前辈啊 去算命啊 大家都会经历过算命的这个阶段 对我自己以前也常常在算命 对 说比较适合什么啊 适不适合这个啊 是不是因为大运不好之类的 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 无头苍蝇 然后主要也是因为那时候 有一点沉浸在 别人羡慕的眼光里面 就是哇你刚毕业 就找到这样的工作 然后很棒啊 别人也进不去啊 那是不是你永远就会在这边 然后待到退休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觉得说 到底要不要离开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做了最勇敢的一个决定 就是我做了三年之后 我还是转到了广告 因为我大学就对行销很有兴趣 我还跑去旁听那个学系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啦 我不能毕业之后只做一样工作都做到老 我对于这种 已经知道十年二十年后 长什么样子的人生很 有点抗拒 所以我就决定好 我要去广告圈 然后那时候是降薪跑去广告圈 然后每天加班 可是我那时候过得很开心 那后来是因为数位广告慢慢的崛起 我就开始跟老板说 老板 我好想要做数位媒体哦 我想要做新的东西 老板就不理我啊 我就换到了一个 专门做数位广告 我就可以 又要重新学新的东西了 是 所以我要重新经历一次 但是在第三个工作的时候是几岁 2728吧 第三个转弯是大概2728的时候 对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转弯的时候 对我而言我好像已经比较了解自己 就至少我知道我做这样子的事情 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发展 好像是正确的 因为我会喜欢 然后我可以持续 往这个行业相关的东西发展 我不用再一直转职 然后降薪 是 做这件事情 OK 这个工作待了多久 我都是待三年 所以三年大概是你的这个时间 就是开始有点倦怠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你刚讲了有很多点 我都 我想要更深入的去谈 你讲到一点 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经 然后一定会面临的就是 我要选择别人觉得很棒的工作 还是我自己觉得开心的工作 因为别人觉得很棒的工作 自己喜不喜欢 其实很多人一直到年纪很大才知道 另外一点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非常棒就是 因为我年轻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倦怠 是工作就应该这样子 很辛苦 这种真的是年纪轻的时候 除非你尝试过 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 因为一定很多人就说 上班哪有人过得那么开心的 对不对 上班本来就是赚钱而已 对 所以真的是很勇敢 想要愿意跨出这一步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 当初为什么选经济 学这个主秀 其实我在田志愿的时候 我跳了好多 我经济 然后可能也有营养 有物理治疗 因为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 经济 营养 我那时候真的完全是用学校再来选 我那时候我爸还跟我生气 因为我是台中人 他其实是希望我留在中兴大学 然后我其实某一些系 我是可以填上中兴大学 然后他就发现 为什么我要把一些台北的私立学校填在前面 但我心里就觉得说 可是有些系 我现在看我就没有兴趣了 我不想填 然后再加上 我好想要离开家去台北玩 我就 真的就这样填 那我觉得 我很幸运的一点是 我父母亲其实都很尊重我 他们生气归生气 但是他们不会去硬要改我的东西 很棒 对 所以我完全就是 挑学校 然后挑我那时候考的比较好的 然后照顺序填 然后就上了经济 我就 经济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就去念了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跟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们 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朋友们讲 就是说 你其实不需要被你的主修而局限 像我当初学的是心理学跟社会学 我出来也是做广告 就是条条道路都是通广告 就是 其实很多在工作上面会需要的技能 是到了公司以后才学习的 对不对 真的 但是你的主修 其实你可以 大可以选你自己喜欢有兴趣的 因为 这些其实都是未来 不管是什么工作底蕴 学经济学 就不一定 一定要做经济学家 或者走入金融业 它其实有多元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 很重要 跟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分享 对 但是我也要讲 我觉得经济系好适合做广告分析 因为它刚好就是在分析数字 看起来好像没有关联 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 很多做广告数字分析的企划出身 很多都是经济系的耶 那就跟你分享 我也是做广告的 可是我们学心理学的 我也觉得心理学很适合做广告 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人的需求 对 inside 对 它的欲望是什么 因为广告卖的不是产品 卖的是欲望 对 对 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你学什么 我也有看到我们之前在广告公司的人 学的是文学的 还有学的是历史的 其实学艺术的 也可以做广告 对啊 所以其实大学学什么 你只要真的有兴趣 它未来都可以带给你工作一些不同的事业 不要局限在 我学这个 我未来一定只能找这样子的工作 那我们再继续讲说 好那进了这个公司以后 再转弯离开公司 大概是什么时候 大概也是三年之后 我开始就觉得 因为我已经做过传产 又做过数位 然后那时候开始更严重的倦怠 就是不同的客户 然后为他做不同的广告规划 然后结束 就是可能都已经学习到一个程度 你就会觉得好像更疲惫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是 数位广告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 所以其实各个公司征人都是 征不太足够的 因为那个时候找不到这么多的人嘛 然后又因为太辛苦 人一直流动 然后加班的情况 比以前传媒的时候更严重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 哇那如果我今天有机会 可以自己接案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对 其实那个时候是遇到了一件事情 我记得 我有一次被很多客户逼到 已经不行了 就是周末的晚上 我忘记了可能十一二点那种时间 我就看了我的来电的通话记录 全部都是客户 我好久没有跟朋友通电话 或者是聊天 或者是 然后我就再往前找 那我家人在哪 然后翻了好久 看到我跟我妈通电话 可能几个礼拜 或是一个月了这样 之前都没有意识到 突然觉得说 哇我好像没有很想要 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你每一次的转弯 它都有一个契机 就是你每一次的追求都不太一样 一开始是不晓得工作这样子 是不是 是不是正确的 然后再来是 第二次的转变 是想要从传统媒体到这个数位媒体 所以是一个想要创新的过程 对 因为你看到一个兴起 然后再来从数位想要离开 是因为你想要追求的是生活品质 对 觉得你的案例好棒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你很难坐在这边就想说 十年后 我的价值观一定会在哪里 因为你的价值观会随着你的经验累积 而慢慢的调整 就是说也许现在对你最重要的是钱 可是隔一阵子可能是生活品质 对 再隔一阵子可能是又其他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从有这个想法说 那天晚上我好久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联络了 到实际落实的执行 中间花了多久的时间 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 所以 这样还是胆小吗 这样子已经很勇敢了 真的 那个时候可能身体也觉得很累 所以我就开始跟主管讨论 就是可不可以减轻我的案量啊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折衷的方法 但是后来发现比较没有讨论的空间 所以我就决定直接落词 我大概花一个月而已吧 然后休息一下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也去试试看接案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离职了然后跑出来自己接案 可是当然一开始接案你的案量就会高高低低啊 你就会不稳定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的是我第一个创投公司的主管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们的秘书要去生小孩了要请参加 他们找不到适合的人选 然后就问我有没有想要换工作 对然后想说 我错失了一个这么棒的机会 是我主动放弃他因为我辞职了 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再进入这个产业 可是一方面我又很担心 因为我离开行政的区域秘书的区域已经六七年了吧 就是很长 对我来讲那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地方了 那我敢去吗 所以我就很担心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真的胆子很大 就是我就想说我先去面试啊 因为我想说我这么早开始想这件事情做什么 我就去了 然后我去了之后第一关过了 我就有点担心怎么办 我第一关过了 担心第一关过了是担心真的被hire 对 因为我也还没有想好嘛 我本来想说只是想要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真的到了最后一关之后 我想说怎么办啊 我现在也见到人家老板了 我就开了一个很高的薪水 你是想要劝退他吗 我就是觉得说好 如果有这个薪水 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尝试 但是如果他也觉得 这个薪水这个人太贵了 那他就会拒绝我 我就会觉得那就算了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选择 结果他居然答应了 我就只要硬着头皮去 那所以现在还有在自己结案吗 当时我是有自己在结案的 我就有跟他们说 但是因为这两个行业差很多嘛 所以对他们来讲 你只要没有影响到正职 那他们其实不介意 我就通过了那个面试 然后进去上班 然后进去上班之后 我也同步在做结案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忙 因为其实在重新进入秘书的工作 然后我的英文没有里面的人那么好 我是里面所有的人应该唯一不是留学回来的人 你看我是不是很像那种靠关系被乐用的人 我有其他的想法 但我先让你讲 那好 所以我就进去很努力的做 然后前三个月我都每天很挫折 我甚至还想说我是不是要离职 趁早赶快告诉他们 为什么挫折 因为我那时候 我自己觉得我在行销做了那么久 其实我最擅长的就是沟通协调 因为我PM的特质是比较强的 所以其实到秘书这件事情是好的 对 可是问题是他全部都是用英文 就是我那时候觉得我的英文表现 或者是甚至我连打字都没有他们快 这件事情让我很挫折 因为这本来是我的优点 可是到了这边 我觉得我的优点都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发挥 对 所以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去适应这件事情 我真的有提离职 但是没有被 对 应该是说他们听到了我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鼓励我 他们就说 可是我们没有觉得你的英文有问题 我们是习惯看英文 可是你回中文 其实我没看得懂 所以我后来觉得 好像是有点自己在吓自己 两个事情我觉得太多要跟你聊了 可是你刚讲的一个就是 我自己觉得我不够好 所以我提出辞呈 但是老板并没有这样子觉得 对不对 有的时候是你的自我要求 我觉得很多人我们都带着 我以为在工作上面 我以为我这样子不够好 会觉得我不值这个钱 但是事实上很多以为 其实要多去做一些确认的动作 因为你的以为真的不一定是老板讲 然后再来你刚刚讲到薪资 就说我觉得人家多付我这么多 所以我要多做一些 对 其实我们自己创业过的人就觉得 我如果不觉得你值这个价值 我不可能会付你这么高的费用 我一定是看到我觉得 你是可以创造出这样子价值 我才会认可你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自己下自己 那我才在采访一个就是潜值的作者 他就有讲说 技能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 可是潜值就是我看到你有这样的特质 这个可能更可贵 对不对 因为应打你打一百次 你就打得快啦 我觉得也是透过这个来跟大家讲说 实际上你自己看到自己的价值 跟别人看到的是有一点落差的 你才被留下来 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因为 我可能有了其他的技能 我就会想要夺到 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 因为我其实已经在行销做了很久嘛 我就会觉得我到其他行销公司 我根本不需要这样子 可是你走过的那段很努力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 其实岁数真的不会影响到我们学习 对 这是另外一点 其实刚刚有一点我特别要讲 就是你是被你之前的老板找回去的 对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家的小编 也是跟我有失散十年吗 真的 没有十年吗 五年以上 不只 你在一个地方的努力 你的成就是会被人记得的 你的努力是会被看到的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 也许你的客户 也许你的下属 之后就变成你老板 或者是你以前的老板 现在又回来重新来找你 所以一定就是代表 有被人家记得嘛 对不对 所以我常都觉得这个老板是我的贵人 因为他是我第一份工作的老板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得到了很多他的很棒的意见 然后之后他又把我找回去 让我又走过这一趟 我觉得他也 对我后续的创业蛮有帮助的 我觉得应该是互相的贵人吧 就是你一定也有帮助到他 不然他不会再回来找你嘛 对不对 所以要找到贵人 我觉得你自己也要成为一个贵人 就是以下对上也是贵人啦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可以学习到很可贵的地方 那你自己创业跟你帮别人做 你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 最大的不同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事业做得多大 对 因为像我自己出来 其实我是很希望追求 比较自由自在 我才出来创业的 不然我其实是非常喜欢 老板的环境 所以我也可以一直待在那边 那为什么我选择跳出来 就是我觉得没有试过这件事情 我好像会后悔 所以我就觉得 那我一定要试试看 所以我就跳出来 那当然跳出来之后 我可能判断 如果我斜杠的东西越来越多 可能会影响到政治 所以当我准备好了 我就必须要离开 那我觉得 以公司行号来讲 尤其是我带你那些老板 都很厉害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 非常坚实的团队 所以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得 很深入之外 又很快速 然后又很有品质 是 对 但是我们是一人公司出来 因为我比较想要自由自在的话 那我就必须要在 可能客户的数量啊 然后或者是在发包的方式去做一些取舍 所以我觉得那个想法会比较不一样 你现在等于是又离开了 又在创业吗 对 我就等于是我斜杠了之后 也稳定了 所以我就把秘书的工作辞掉 然后出来创业 其实我的公司设立到现在 应该已经三四年了 然后我是设立了一两年左右 稳定了我才开Podcast 对 你看又闲不住 与其说闲不住 更多是透过不同的方式 让你的工作可以更多元 而且开Podcast 我相信对你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嘛 对不对 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对 那因为我刚刚听到的就是自由自在 听了很多次 所以如果想要自由自在的话 是不是必须要承担一些风险 对 其实创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 我刚刚有说我是比较偏胆小的人 所以我其实都是客户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啊 还是我刚听起来不胆小是不是 对 我很好奇为什么你觉得你胆小 因为我跟其他我听到的人比起来 他们是直接辞职了之后 就开始做创业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我比较不敢这么做 我那时候跳出来的时候 我的客户是已经都稳定了 然后已经年约都已经签了 可能好一阵子了 所以我是已经固定好 可能年收已经可以有 足够生活的品质了 我才敢跳出来 那你怎么不觉得这样子是深思熟虑 而会把它长成胆小 老师真的太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这样子一人公司做 然后不想要扩张团队 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对的 因为我可能看我老板这样 或是别人 我就会觉得 他们都会想办法把这个事业扩张的更大 或者是赚更多的钱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就我好像更在意 我是不是也有一些时间去逛逛街啊 跟朋友聊天啊之类的 所以我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一个比较偏稳定的人 你不稳定 你转了好多弯 你到底在稳定哪里 你到底哪里稳定 从头到尾 就是一直不停的在push自己尝试 我反而会第一个觉得你可以用更正面的词来形容你自己 因为事实上你一点都不胆小 我自己听到我觉得你是有谋略的人 那刚讲的有两个 一个是自由自在 是不是一人公司就等于可以自由自在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反思一下 有没有这样子的迷思 再来第二个迷思就是 是不是一定要把事业版图做得大 才是对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想一想 包含我自己创业过好多次 我觉得每一次我都有不同的想法 第一个就是 你会发现最自由的人 比如说我在女董事协会里面 最自由可以控制自己时间 说下午有一个论坛会 临时有什么国外的speaker来 我可以去的 都是大老板 只有大老板可以做这件事情 真正就是身上有很多责任的人 就说不行啊 因为我现在正要做什么的 都还没有版图做到怎么答 你的版图大到一个程度 架构大到一个程度 其实它是有自由度的 对 而且任何老板 其实你只要划好界限 你都是可能有 可以有这个自由度 但是相对你要面临的就是 稳不稳定 就像案子不是一直都有吗 对不对 现在状况好都有 那经济萧条的时候 有可能有一搭没一搭 就像之前说的 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要想的 然后第二个 是不是一定要扩大 才是对的 我真的觉得是看 你想要走深走广 或者是你这一秒钟的想法 并不代表是你未来的想法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是我觉得想不想很重要啦 你现在不想 我觉得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这样子多好 一人公司而且可以很稳定 其实蛮难得的耶 那我问一下 你后来开这个podcast的起新动念 就是除了想要尝试新东西之外 就是为什么开这个podcast 然后为什么讨论这个议题 我其实那时候决定要开podcast 到真的开啊 我大概又想了快一年 我就是在决定 我要选择哪一个自媒体的平台 因为其实有很多选择嘛 有podcast 有youtube 也有instagram 也有facebook 抖音等等 可是因为我其实是对于露面啊 非常非常的不敢 我第一次录影 我尬到爆 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对 我就觉得很害怕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 那在投入设备来讲 如果我要重新学习 因为录影这种东西要剪辑啊什么 它的进入障碍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那如果从音档开始 然后我就买一支麦克风 我来尝试看看 所以我就选定好 那我要做podcast 那接下来 我要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 所以我如果要做这个主题的话 我可能就要想说 这个主题跟我的工作 会不会有帮助 所以我那时候会想要拍podcast 主要也是因为自媒体 那个时候开始拿到了很多数位预算 因为其实youtube 大家都知道他们可能带货有效果啊 不方有效果 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出来接案子 那我会下广告 我会气话 可是越来越多人也会这件事情啊 那我要怎么做出我的差异化 那假设我今天也有一个自媒体 是不是他就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好 那我可以试试看 那就算我没有做起来 我也会更了解自媒体要怎么做 因为我已经投入去做了 我也可以建议客户 那你的社群可以怎么做 因为现在自媒体最新的趋势是什么 就觉得很棒就是 因为你自己知道你会下什么样子的人广告 对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已经大概理解说 一个成功的图像大概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觉得你真的选到很棒的主题 就是别人的工作最有趣 因为这好像是你内在的声音 对 就是我好奇心的总结 那时候挑了好多的主题决定要做 就是出了这个职场的主题 然后我还想要讲故事 那种神话故事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那种历史啊文化啊神话那种东西 或者是行销 因为其实行销才是跟我的工作最有挂钩的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办 那我要选哪一个呢 我就开始去想说那我的podcast想要做到的目的 因为最终还是希望他可以自给自足嘛 就是可以赚一点 就是非常务实的 对 就是至少也可以有一些业配的收入长远而言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那神话故事第一个淘汰 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客户 他只能接游戏客户 但是游戏客户又是我其实没有碰的领域 因为我主要都是做品牌跟电商 那接下来就是行销跟职场 好像还有一些什么试吃什么 就是比较日常闲聊的 后来我就发现说好 那假设要做行销 可是我去观察现在的自媒体啊 不管是什么平台 其实大家虽然会订阅 可是他真正喜欢看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内容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喜欢看轻松的东西 不要压力太大 可是我可以从里面学到一点点东西 对 但行销会太硬 感觉就是只有很专精的人才会看 他没有办法把那个族群做大 所以如果以长久来讲 加上我那时候认识一些创作者 或是去看他们的分享 他们其实都会觉得你做一个你有热情的主题 你才可以做得长久 因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没有收入的 后来就觉得好 那其实工作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也很多好奇 如果我可以每一次都邀请不同的来宾 其实我也不用担心我没有灵感 所以我才选定这个主题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因为很多人在想象他们的斜杠人生 都是经营自媒体 因为经营自媒体的门槛真的不高 但是任何东西只要门槛不高 坏处就是竞争非常激烈 可能真的要想清楚你做自媒体的原因是 像我只是做一个笔记 那不要花太多时间就好 一开始了 当然我现在我觉得也有点不一样 那对你来说 你其实也是想要开创一些新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透过这个podcast 多理解别人的工作 所以你自己不用一直换来换去 应该也是说 我对于别人的职场本来就很有兴趣 可是我一直在第一次碰面的时候 问他们这些问题很没有灵败 很怪 所以开一个podcast 可以直接问人问题 然后我就可以邀请他来 然后对我来讲 我也有了一个搭讪的机会吗 我可以告诉你说 我会好好认真的准备 然后好好的聊这件事情 你愿意吗 这样 所以对我来讲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舒服交朋友的方法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会太实力 真的太棒了 所以如果要斜杠 或者是我都建议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 工作一个就辛苦了 真的 因为你要了解这怎么做 如果要两份工作 就是double的辛苦 没错 那除非其中一个是 你本来就想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顺水推舟 做起来也不会太多消耗自己的能量 反而从里面可以有更充实的感觉 对不对 有被充电的感觉 对啊 其实我真的会很建议 想要做自媒体斜杠的人 你一定要挑一个就算没有赚钱 你还是可以续根半年到一年的主题 太棒了 我觉得真的至少要半年 你要想如果你愿意半年的时间 然后给自己一个 比如说两周一次也可以 然后你可以一直产出相同的主题的东西的时候 你在做这个主题 不然你一定会很痛苦 嗯 我也觉得如果要做自媒体 做一个就算没有人看 你自己很开心的 你也在就是自爽 没错没错 我觉得要这样子才 他才可以走得下去 对对对 我之前去一个演讲 就有人在讲说 我买了设备 然后也做了 我非常辛苦 然后我都有在看data 可是到什么时候我才应该要放弃 嗯 那其实我听这个问题 我就感受到满满的 就是很疲惫的能量 那其实那个对人生没有加分 那更多是内耗 对不对 我在你身上并没有那种 历尽沧桑的那种感觉 是因为我觉得你都有事前做好准备 嗯 就是不是都做百分之百的准备 但是我觉得你都在一个 比较有确定性的状况下 你才跳进去 才会跳对 所以比较没有那种 哇我曾经在谷底 然后曾经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 就是你是比较稳的 对 的创业家 有些的就是大起大落 我之前在自己创业之后 因为我是一个人 所以我从行销出来 我就觉得我最擅长的 就是专案管理了 我发包了一堆各种窗口啊 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都可以把它切得很顺 然后交给适合的人做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现在越来越难找到稳定 然后品质很好的窗口 我觉得找人真的是 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才知道你有多可贵 人家老板才请你回去啊 对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 跳出来之后 我会觉得 我刚刚有讲过 我的客户很珍贵 他们愿意相信我 然后他们介绍他的朋友给我 所以我每一个案子 我都是120分的力气 因为我客户也没那么多嘛 我不是那种 接很多客户 然后做到60分 我是想要接一点点客户 做到100分的那种 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 经营我的公司的时候 我就会非常严格的 去筛选我的合作团队 然后这中间也会踩到很多坑 就比如说 你有时候跟他合作 他消失了 或是他的东西真的不够好 那你要怎么样 跟客户去讲啊 或者是解释 所以我后来 我有时候第一个合作的对象啊 我有时候会同时 找两个人做 然后把好的那个给客户 然后这个成本我自己洗手 对我来讲这个backup会比较安全感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失去这个客户的信任感 就这个就是可以让大家学习的地方了 就是未雨绸缪 就是我看到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那我对每一个可能性 我都可能有一个备案 有发挥这一点 所以才能获得大家这样子的信赖吧 就是宁可自己吸收成本 要维护的是你的名誉 对不对 你的品质保证你的名誉 因为这个对你来说是你的核心 那你有客户太多 可是要推掉的 就是你自己真的承担不了这么多客户 刚开始出来接案子啊 对我而言 我觉得最痛苦的是 你一开始没有学习怎么样拒绝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其实你一开始出来专职的接案 你一定会觉得 我希望我可以尽量多做一点嘛 可是有时候你看这个案子 好像有点风险 或者是好像他不是很好沟通的客户 那你要不要去接这个案子 我觉得我刚开始的半年一年 一直在学习这件事情 对所以后来我其实很困扰 因为有时候我接了 我觉得他花了我好多的力气 可是毛利就是这样一点点 对对对跟不符成本嘛 对人力成本不符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克服这件事情 就后来我是真的去列了一个表 我就写了 我心中完美的客户 可能有的特质是什么 太棒了 我喜欢这一点 对我就先去列 然后我觉得完美的客户 比如说他的预算可能有固定啊 或是他窗口在沟通的时候 可以接受的弹性到多少 然后再来就是 他是不是可以成为 我公司以后的show case 因为如果有时候有一些 比如说博弈的客户 他会想要找我们 可是博弈本身就是 有一点点灰色 对的 我不可能拿他当show case 所以后来 我就开始订定这些规则之后 我就可以用这些规则来去筛选客户 我就知道说 那今天这个客户来 虽然他开了不错的预算 可是我根本不用花费心意 跟他沟通 那我就可以优先去接好的客户 那这个我就可以先放掉 是 你刚刚其实讲的做法就是 我先把我理想的客户的样貌写出来 其实就是秘密法则 很多人觉得秘密法则很循 其实秘密法则讲穿了就是 我把我的条件设立出来 所以不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人 我根本不会去理他嘛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工作也好 或者是你在找对象也好 只要你想要的东西是明确的 你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 不是的人 不是的客户是什么样子 就是非常科学 其实你刚做的就是秘密法则的事情 那你刚讲的一个事情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说不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都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 有的人怕说不是 怕伤了别人的感情 有的人是因为我创业才刚刚开始 我硬着头皮要接下去 对不对 再来就是 我现在比较常面临的 有些是人情压力 我跟你认识这么久了 或者是说 是谁谁谁介绍的 然后 你不想做点善事吗 因为 这个是一个慈善机构 对不对 你必须要说不的时候 可能就会说 你说no就是你对这个慈善事业说no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状况 让我们说不是困难的 但是我们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真的 你很难顾及所有人的需求 又可以过得自由自在 或者是又可以不要自己累得像狗一样 对不对 尤其是艺人公司 对 对不对 你把自己累坏 其实对你有更长远的影响 没错 接了一个很糟的客户 花了十分的努力 只拿了两分的钱 对 你自己的磁场 你也会觉得 我很委屈 或者是我很累 面对接下来的客户 你这个情绪也是会满意出来嘛 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界限 其实画得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阶段 要说no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那真的就是你自己过不过的去那一关 对啊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看个性 因为像我知道我不擅长陌生开发 所以我就必须这么做 可是我也有朋友 他是很好的业务 他其实做法就是我全部截进来 我再来选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 每个人就是找适合你自己做起来 比较顺手 比较舒服的方式 这样子才能永续经营 那Sherry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 好啊 因为我其实现在是斜杠自媒体嘛 可是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是 虽然我很喜欢我做这个主题 我也每一次在访谈里面 我都会得到能量 可是我会觉得 我原本很崇向自由的这件事情 被自媒体困住了 因为我要周更 所以我就会觉得 哇我好累哦 就是我一直为了维持周更 然后我还要有存档 这件事情让我很疲惫 可是我又每一次在访谈之中被治愈 可是我会觉得很好奇的是 你在做自媒体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有觉得 真的很辛苦的时候 但是你又会觉得 我走到这个程度了 我没有想要轻易放掉它 我真的就有停更过 那就是真的 我就是停更了 因为我希望可以交给我的观众的 跟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提醒我自己的 就是接纳我们人的状态 其实是不稳定的 就是越有殷勤圆缺嘛 我要慢慢的可以接受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就是不太OK 身体也好 工作太多 或者是心情 既然我的核心 是要协助大家应用心理学 那我自己有没有落实的做到 所以我觉得会更拉回来是我的核心 如果我强迫我自己现在录 结果会是我喜欢的吗 因为如果一肚子气在录 就是我状态不好的话 是不是有帮助到其他人 可是我觉得那个承诺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本来就说我尽量 我好像没有 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说 我一定每周会更新 那我尽量这样子做 可是我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当然也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 跟我自己可以给我自己一些空间 犯错跟休息的空间 我们真正喜欢的人 他不舒服 他忽然爽约 我们都可以接受说 对你要把身体养好 真正爱你 跟喜欢你的人会这样子说 对我现在常常都会卡在 有一个想要达成的目标 所以你就会自己觉得很有压力 但是做件事你的过程又很开心 中间又会觉得好累哦 我要累到什么时候 那种感觉 我完全懂 我写上一本书就这样 真的 我顺便讲一个英文字 就是ambivalent ambivalent feelings 就是我可以有非常冲突的感受 就是我很热爱这个工作 可是同时我也累得半死 我也不想做了 就是我明明很爱你 可是同时我真的也很恨你 这些感受是可以并存的 就是他们是共存的 只是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 就是退一步来想 如果我停根了会怎么样 嗯 我觉得停根了会影响到大家 这是事实吗 还是这是我以为的 我如果想要停根 我还可以怎么做 再跟其他人维持这样的关系 我的听众维持关系 我觉得你可以想一想 我没有完美的答案 可是我真正觉得说 真正打从心里 欣赏喜欢一个人 你对他会有这样子的尊重 那你也要对自己 有这样子的宽容吧 真的 不要太逼到自己 尤其是艺人公司 你的身心健康 非常的重要 嗯 我也觉得 其实有时候 自己比较轻松的时候 录出来的东西 也会比较有趣 对 所以可能回顾一下 自己对节目的初衷 也是蛮有 对 你的核心价值 还有重新定义 什么是好的 我年轻的时候 跟你很类似 就是我觉得 事情要把它做完 这样听起来我很老 到一个年里 忽然才发现说 更多是做的过程 有的时候做完 它带来的影响 反而不一定是正面的 对你或者对其他人都是 发人信思 真的 谢谢老师 谢谢 希望有可以帮助 到你 但是我都没有完美的答案 因为每个人都不同 可是我觉得 可以回去想一想 那最后来到 这个系列的结尾 我其实都很希望 我们每个人来想一想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看到 80岁的自己 你觉得他会跟你说什么 你看着镜头 我们想象镜头 有一个filter 对 然后现在是 80岁的Fiona 对 他现在跟你讲话 对 你就跟着自己讲 你还有什么 很想要做 但是没有去尝试的事情吗 如果有的话 就算80岁 我觉得也可以去试试看 那 要不要告诉 80岁的自己 这一路走来 为自己的努力 给自己打个成绩 或者是跟自己讲一些 我相信你一定是 有克服很多困难之后 达到目前 你想要过的生活 所以 你很努力 而且 你做得很好 很棒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Fiona 希望她的故事 可以刺激到大家 也为自己的人生 做一些准备转弯的动作 那今天谢谢Fiona 来到我的节目 谢谢雪莉老师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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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